最輕量的 然後針對於女生來說 會比較方便做打掃 銷售人員把機器拆解說明 清潔方法 這款知名高檔吸塵器 主打無限輕便 在台灣賣得相當好 賣場人員說 平均一個月銷售就超過2000台 但現在卻傳出 網紅聖結石家的同款吸塵器 沒有使用也沒插電 竟然會無故自然 看看原本全新的機器 主體結構完整 不過像聖結石家的吸塵器 燒毀之後 機體嚴重毀損 中間的塑膠環還整個變形 應該是說會比較針對於說 它這邊的清潔的部分 可能做得不是很徹底 那有可能對於 它的風阻的地方 這邊就是會產生阻礙 電器專家分析 這款吸塵器分成三個主要結構 包括中間的馬達 加裝在機身上的濾網 以及安裝在底部的電池 從燃燒變形的位置 研判很有可能是因為馬達過熱 才會導致爆炸 清潔完了以後 把裡面的垃圾 完全倒完了以後才把它歸位 免得說造成說 裡面的東西 髒污會 吸塵在裡面 然後造成機器的損傷 專家認為可能是因為濾網 太久沒有清潔 才會導致馬達過熱 不過這款高檔吸塵器 發生自然 業者則表示 平時有三個部分需要消費者 自我檢修 包括濾網要定期清潔 機器擺放的位置 要避開高溫處 還有電池維護 建議最好兩年更換一次 不過這回自然 專家談言 相當少見 至於到底是什麼原因 業者也已經深入釐清調查 記者 陳子芬外傳台北參謀報導